蓝组新款第10万人 屏诺县长周春米表扬金融机构 阻诈有工人员 感谢在民众办理提汇款时 行员多问几句用途 关心客户 一察觉有可能是诈骗 便主动劝说 或是报警与警方联合 蓝组民众被骗走辛苦钱 那在这边要非常感谢 很多的金融机构的同仁 在这个最后一道防线 守住了我们这些长辈 相亲的这个财产安全 那屏东因为这几年来 这个投资呢大家都有兴趣 那这个诈骗集团也知道了说 这样子的设计了很多不同的 诈骗的投资情境 引军入翁 所以呢更需要更多的 银行机构的同仁 在他们的专业位置上 帮我们大家来守住财产的安全 金融机构第一线阻诈 帮民众保住血汗钱 去年协助平线民众 拦阻诈骗金额总计约 七千六百三十六万元 较前年增加五千一百一十万元 成效斐然 此外县府透过打诈县府队 整合各局处资源 有打诈 阻诈 试诈 三大面向着手 全力执行各项反诈骗策略 二三月警政署 全国同步打击诈漆专案期间 平线分别破获诈漆机房 水房及化物系统商等 诈骗集团案共计十六件 移送嫌犯一百一十一名 查扣不法所得七百九十三万元 遭受诈漆的手法 以假投资为最多 那接下来是解除分歧付款 假网牌 色情印招 还有假银行金融诈漆诈漆 等的这几项 那被诈骗的年龄 集中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中间 身份的话是大概各行各业都有 那这边也呼吁社会大众 对于网络上的这些不实讯息 请务必再三查证 如果有疑问请拨打警政署 专线165 警方提醒民众 诈漆集团利用资通讯 科技发达及金融便利性 不断衍生新形态诈漆手法 警方也持续分析最新高发诈骗手法 针对校园 社区 网络社群 长者 职场新鲜人 新住民等族群 分层分众强化宣导 另运用各脸书官网 电视台公益频道 推播防诈宣导影片 提升民众防诈意识 记者张如意 刘建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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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